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回到星期六晚的香港台Cross OCO 香港牙和理查我是你的节目支持大宝 今晚Jane又和我一起去查 Jane 你好 哈啰 哈啰 我又上来了 是啊 你上一刻有一条眼 上星期我们访问了Daniel之後 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节目非常棒呢? 听完Daniel说完之后 真的犹豫打通这个任督耳脈 是吧? 是的 我也很怀念奥斯Hong Kong的观众 也很想和大家再见下面 是的 你应该要多些上来了 要保重身体 養好的身体就可以多些上来了 是吧? 你知道了 我们很多澳洲的新闻 很想和大家拿出来谈论的嘛 嗯 最近我们澳洲也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广告 也挺有争议性的 是的 绝对有争议性 绝对是很多人看着那个牌子之后 就觉得有些不那么舒服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什么的广告牌呢? 近日雪梨和二半都有一个 我想都有八米成两米左右的广告牌 因为其实澳洲很多标准的东西 就是广告牌 就是大街大巷 又或者是你走过公路 会看到大厦上面有一个很大型的标准 这个标准呢? 就是有一个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图片 有些高楼大厦 突然间就看到一个 香港特区政府25周年的logo 还有一个25 金字的25logo 那些人说好像个死字 我都不知道那些自体艺术的东西 真是懂得条铁 那这个维多利亚港的图片 其实就写了一些英文的 我们译成中文就是 稳定、繁荣、机遇和新时代 这样我们都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 Jane 是不是? 你蜜月本是不是看到很多? 我们蜜月本好像找到两个 大部分现在暂时看到的都是在西德尼 是的 西德尼 有些地方是我们没找到的 是的 可能他们很鬼祟 那其实呢 以我们所知 就是蜜月本加上这个雪梨 应该是挂了14个这样的牌 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例如我们经常在雪梨会有一间的戏院 我们上映的香港禁片 我们都差不多固定在那间戏院 其中一个广告牌就是街口转角那里 我都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思的 那就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是 他们肚里面一条虫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当我们发现到这个广告牌有些不安的时候 那我们也有一些香港人的组织 那就去和这个澳洲关于买广告的监管机构 叫Axt Standard 就有一个书面投诉 就说广告内容不实 那也都违反了这个行业守则 就是《道德行为》的行业守则 第2.1的这个段落 那就是说这个广告呢 就是广告的内容和这个事实不符 那就是呢 又说什么新时代啊 又什么稳定啊 繁荣啊 机遇啊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古壇长谱的DVWeb 就是每一天呢 都会和大家去 叫做记录出境的香港人的人数 那如果这么有机遇 为什么会有十几万的香港人呢 真是离开香港呢 十几万都是说今年的 我都没理解去年啊 是啊 就是不要说什么啦 我们很多一些 在香港做事的外籍人士 都陆续走啦 好像最近一个 很疲心的南华早报的编辑都离开了啦 那就不要说其他一些 那些金融机构的一些高管人士 就离开了香港 可能去了新加坡那里 把他们移出去去新加坡那里 設立总部 就来撤离了香港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代表 就是这个新的机遇呢 我想这个机遇 就是有一个极委给一些人来摄委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那些机遇就是你说的 南华早报的记者 就是在香港打滚了二十几年 就是报道的 就是已经离开了啦 那我也认识彭博社也有个朋友 都是都准备走啦 回英国啦 那是现在他家人要搞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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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新时代新机遇 是不是指定某一些人才是新时代和新机遇呢 你知道新时代呢 令我想起呢 就是某一只的迪士尼有些公仔 就是整天讲新时代的嘛 是吗 是吗 我反而没有看迪士尼的卡通片啊 但是呢 就是说了繁令这件事 但是呢 其实说很老实啦 这段我们看到的新闻 第一就是有所谓的楼市向下啦 要洩让啦 因为移民啦 又有很多老店要结业啦 我不知道这个和繁令 可不可以打一个等号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繁令和机遇呢 都是不服事实的喔 那另外稳定 稳定这件事 那大家去看见仁见智啦 可能那些建制派觉得很稳定啦 但是如果稳定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走啦 那刚刚才有个47人案 那个有29个人说是承认控罪啦 那个国安法那个啦 是的 最荒谬的事情就是 大家都知道啦 他那个可以是律政司指示 不设陪審条 是 这个司法没有独立的地方 算不算 都是叫做稳定呢 那这个呢 47人案呢 我们一会儿在美丽新香港的环节 就会详细再讲啦 那其实稳定 我觉得都相当之稳定的 就是你发现呢 最近你见香港媒体的新闻呢 就是警方呢 常常都抓人的 就是呢 就是有一些的罪案 不是政治的罪案 不是政治的罪案 平常的罪案 是不受规管的 那当时呢 这个App Standard 就回复了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罪案 就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里面 是的 那这些罪案 的罪案公司呢 就说 哦 这些内容是第三方提供的 其实呢 其实呢 都根据这个 澳洲的法例啦 那其实呢 就 它是符合了所有的相关政策的 但是呢 就很多人呢 就不认同他们的这些说法了 是啊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做免死金牌的 就是他那个 就是德高公司啦 J.C.Dacros 就说 就是说 哦 这个呢 不是我们自己出的广告来的 那我们是第三方 就是有个Agent 联络我 就买个 就是租个广告位 那又呢 就放些内容下去 那样了 就繁荣机遇那样了 那问题是 内容是第三方提供 是不是可以做免责 可以免死金牌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就是你又说到自己是一间 就是法国的大公司 有了守则 就是好像很comply的时候 然后跟着 你又这些东西呢 又撇清的 又说不关我事 是别人比的 那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极度重犯 然后我找个第三方 帮我去卖广告 歌功还行 那你又会不会出的呢 就是了 其实呢 这个广告呢 曾经在这个比利时 和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的机场都出现过 因为收到投诉之后呢 呢 机场和那些电车公司呢 都将它落架的 就是不再被它在市面里出现 或者在机场那里出现的 那我觉得呢 那这次呢 香港政府呢 就 都出了一些估惑的 它没有在这个公营机构 或者公营 公营服务的一些 家庭工具啊 或者一些厨所呢 去卖广告 那因为那个呢 就是有公营机构的 那个权力可以 就是 就是 就是担心求助的 就可以拿走了 而这一家呢 就是一个私人公司来的 嗯 这个德国公司 我觉得它也是 这个香港政府都想到的 吸收了欧洲的经验 而在澳洲呢 就玩了这一样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呢 他们提出的那个理由呢 都是 就是 不可以说服人 因为澳洲的不受规管呢 政治广告呢 就是 或者不是说免责啦 是可以这样给他们来的 正如许智峰都讲过啦 那如果俄罗斯或者普丁 在那里卖广告 说他们是一个和平的剃造者 又或者呢 他们现在侵略的地方 或者已经 佔领的地方呢 非常繁零 稳定 还有有机遇 那是不是一样都可以给他们 在那里掛这些广告牌呢 那理论上就可以的 哦 如果是好像现在都给他们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的喔 他们可以普京去找第三方提供内容 就是设计快板 那就可以放上去的 我规管不了的 这是政治广告来的嘛 是啊 就是都是不合理的喔 那当然不合理啦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是好看的 就是我觉得是欺善怕恶的一样东西来的 就是忠言 就是连这个绿党的领袖 Adam Brands 都说呢 在推特里说 这个呢 就是很不应该 很令人不安 那然后呢 我呢 真的抓住呢 Adam Brands 这个呢 找回当区的区议员 也是绿党的 我问他 喂 你怎么看的 他都说很同意这件事 但是呢 又没有什么跟进的活动 我想呢 监督又不理啦 Axt Standard 又不理啦 那究竟哪个理呢 这些呢 就是 正如阿智英 你说的都对 就是懂得走 就是走纳 或者是 玩不同的 就是去找这些法律纳 然后在这个深不管地带 就去歌功仲德 是的 我相信都是 他们吸收了欧洲的经验 今次是这样的玩法 如果他们在机场 我们的机场 或者是火车 火车站 可能 就已经是落在街上 或者是被他们这样放出来 就是始终都会是 就是说真的 你就算 大家想起 CCP 中国共产党 好像最近这个 那个领事大使 主要大使 说了一番说话 就立刻想起这个在教容型 集中型的事情 但是呢 你就现在在那里 宣传他们 新香港 怎么有机会和范围 我想所有人看到这个广告 都觉得很 很不安 或者怎么说 很不舒服 就是一个大话 放在你面前 还要这么大块 一直在说大话 我想无论是香港人也好 本地人也好 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这件事 是啊 还要十四块这么多 不过你又在那里挂 我们也有我们的无声抗议 就着Nikah的广告牌 就是大街大巷 在我们播映禁片的电影院 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事情做的 比如你们看到 图中那个就是我有一晚 走了去 然后跟朋友 和朋友 拍了一个视频 背景就是他这样的繁荣安定 繁荣机遇的那个广告牌 前面我们就跟他们炮制 这个特区政府 其实真实的特区政府 是做了什么 然后相影成翠 起码都我们要引起回响 就是说 纵然你的牌 我们暂时的内理不合 但是不是代表人人都很喜欢 他这样去宣传 我觉得这一件事是最重要 就是我们要去 要讲述我们的 我们的说好我们的香港故事 我们的香港故事 也不是他那个说好香港故事 很真实的香港故事 正确 正确 听说他们的活动 是没有停止 只有那个广告板那么少 当然了 你以为广告牌真的那么简单吗 他们放那么多广告牌 其实都是想去宣传他们 我们特区25周年的轮陷 庆祝轮陷25周年的活动 其中一件事他们就是搞一个加联华 是由香港政府 注册来的经贸办公室 就是有一个加联华叫 叫意味香港 是的 我都不知道 吃字吃得这么奇怪 加联华就是一个星期六 我就不会宣传太多了 你自己有兴趣就用意味香港 这四个字去搜寻一下 加联华就有一些嘉宾 有些商户会喝喝吃吃 太极表演 唱歌表演 那些都是去表现出他们好像很香港文化 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是一些赞助商 你是一个表演嘉宾 然后这样去参加这个 雪梨经贸办搞的活动 会不会被人标签做蓝色经济圈 甚至是红色经济圈 我想怎样在嘉联华出现的一些商家 怎样都会被人标签的了 不过大家都可以的 如果真的有心去的 那第一 可以拍下一些照片 究竟哪些是那些红色的 蓝色的照片 让我们都知道住在这里的人 不要去错店铺光顺 是吧? 那还有我们说真的 在这些地方去的人 你自己都想一下了 你究竟是用什么的心态 去这些地方呢? 这些要引起香港 如果我们要怀疑香港的味道 我想它进去吃饭 吃一口烧米或者蝦餃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 甚至是鹽蛋 可能都会背脊骨落的 是不是呢? 我又不觉得是背脊骨落的 它竟然做春卷、烧米、叉烧包 我们学似以前 香港选举的建制派 都是蛇齋饼总理都是拿的 然后票头另一边 我们都可以照顾吃烧米 在这边咬着叉烧包的时候 就怀面一下小时候 我经常去的连香楼 都不出 都未尝不是一件坏的事 不过呢 吃的时候 背脊骨落的时候 你都要想一下 我们那些打生打死很辛苦 可能已经在这个拘留当中的手足、议员 又去想一下新基于新时代 究竟是怎样 对于大家的定义又是怎样 我认为是值得深思的 是的 大浦 我们最近澳洲都有些大事发生 不过你下一部分回来说 好吗? 没问题 下一部分回来说说 政坛大风暴 私保保险代理 自1970年成立 已为超过4万客户 提供优质汽车、房屋及商业保险服务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务良好 及适合你又同声同气的保险经纪 就快点致电416-818-1183 找Amy帮你报价吧 喂大寶啊 最近澳洲政坛都风起云涌 打大风 是的 我觉得政坛大风暴这件事 澳洲简直是国际 就是国际游戏 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议员 打个党魁 又或者总是会有一些传媒 揭发一些议员有这些坏东西 这次被人揭发坏东西的 就是我们的前总理莫里信 就是还要是由这个比较右傾的澳洲人报 打他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个故事 究竟莫里信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他在武汉肺炎开始的时候 就是2020年的时候 他当时还是这个总理 他就有总理和内阁议员的职务之外 他竟然秘密去assume 就是我觉得用中文比较难理解 他assume那个responsibility 是做了一个什么呢? 金融部长、卫生部长和资源部长 这样做了这几个部长之后 又去行使这个权力 比如说他去杀停了一个有争议性的天然气項目 以及去否决了其中一个内阁里面的部长 这件事都挺有趣的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就是一份右傾的报纸 就推他出来的呢? 就是为什么会assume 这些responsibility的时候呢? 就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在澳洲的政界 或者澳洲的政治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内阁或者总理 如果你是要assume responsibility 就是所谓兼任某些职务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去报备澳洲的总督 然后在他的面前去 就是叫他签个行政的首领 那他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一般总理 他要sworn in 即宣誓 就去做总理 但是之后你有些额外的assume的职务 其实你找一个澳洲的总督去讲 然后他去批 就是一个行政的批文 就已经可以了 那也都是不违法的 因为呢 憲法六十四条就是说 这些的部长任命 就是可以 就是签行政命令 就可以去解决了它的 就是由澳洲总督去签法 你不可以自把自为的 那这件事就变成了 整个朝野就很大风暴了 因为那些人是不会记得 那些人是不会记得 那些人是不会记得 那些人只会记得他去assume职务 然后跟着好像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就是一个政坛大风暴 Jane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 虽然合法但是很难看呢? 我觉得呢 你正如看新闻都说 这个没有先例行经这样的 那Scott Morrison在assume 这些职务兼 就是使用这类 兼用这些权力的时候呢 也都没有很透明化的去说 那只是到现在 他的解答就是遇到 pandemic的原因 那我想这件事就是 你承认这些权力的时候 你在那个阶段 为什么你要这样去做呢? 当时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那几个部长 是重缺呢? 或者是未就任呢? 我想他都 这件事他都不是说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他这次被人批评呢 也有他的道理存在的 是啊 所以变成是 你看到这几天的新闻 都是很多都是 当然了 现在执政的工党的总理 阿尔巴尼斯 当然是怒他了 怎么会不怒他呢? 他直接怒到 去找这个总检察长 Arteny General的意见 究竟是不是要 去听了他的意见之后 才再做下一步呢? 现在暂时就叫做是这样 其实很多现在的在野党 在野的自由国家党联盟 都是有些议员出来去怒他 譬如是前任的 home affairs的部长 都是怒他 但是呢 也在自由国家党里面 都有人支持的 譬如现在的党魁 Peter Dutton 也有支持他 甚至乎 《政坛不倒翁》的何华德 John Howard 都是支持他 知道他是有他的理据 就不应该去辞职 辞了现在的联邦国会議員的职务 因为如果他真的辞职 又要做改选的时候 就不符合自由国家党联盟的利益 连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何华德 都出来说的时候 究竟Skomo能不能拆得好呢? 他拆不拆得好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他 这个call to his side 当然是不符合自由党 那个目前的利益 因为他那个议席 要重新再选 那你会不会再辞多席呢? 这个很难说的 但是你说 Skomo他的组法合不合法 但代表是对的 就算是一个不尋常的阶段 我想当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都应该要让人知道的 至少他的内阁要知道 但是他的内阁也不知道 会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个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情 是啊 我觉得是 你用一些权力做对的事 都不代表你那个做法是对的 就是做法是合法 但是又不代表对的 因为只是你合法而不 但是里面是不代表那个行为 或者是合乎公众期望 那我想这件事Skomo的 现在的解释似乎都未够 未拆解到 是的 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是合法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公众观感 就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Skomo 作为右派就是保守派的领军人物 又是这个左派左交当道的世代 就是要去解释呢 我觉得真是很难搞的 就是你知道了 就是所有媒体 你看到社交媒体出来的 就是个个都是对他的 其实是没有人支持的 因为就是左派当道 完全是要丟到他死为止 好 我觉得这个不关左右派的问题 正如你讲这次 揭开这件事的 都是这里属于右派的报纸 澳洲人报道 澳洲人报道 你是一个总理 你现在在做合法的事情 但是你的那个透明度 或者为什么去做 你没有办法解释得好 而你当时的内阁 也不知道你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就更加有问题了 第一没有先例 第二虽然合法 但是肯定是不负公众期望 而你的解释也没有办法 好好解释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当时是一个pandemic 我不认为这个是关乎 这个是左派或右派的问题 而Scott Mo是应该 他现在做的道歉是恰当的 但是要解释更加清楚 长进 还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才行 是的 其实这个我也同意 其实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 就是澳洲传媒对于这些事情 都是涉而不舍 就是右派报纸说 就是Skomo 或者是阿尔巴尼斯 就是有坏东西都是会照照摊出来 就不会 就是不会害怕 就是有国家安全的 就是所谓的国安法 就是宇宙那些 又拉又要锁 就是新闻自由在澳洲都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符合公众的期望 就是有什么坏东西 有什么贪污东西 贪腐东西 甚至乎有些叫做以权谋私的 都全部都摊出来 以后给公众去看和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澳洲的新闻自由 这个其实是Nascomo做的决定 或者他现在承认这些力量 其实都是涉及公众利益的 作为一个传媒机构 无论你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东西 你都因为公众利益的原因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这个是传媒的责任来的 那Skomo的做法 的确要揭露他的 也是符合公众利益 而他的行为也不符合公众的期望 这个也是事实 嗯 没错 所以我们都很庆幸有澳洲的传媒去报导 又不怕被人无端端 六早六点钟拍门 又拉又锁 我想身处在澳洲 都是要珍惜新闻自由 珍惜知情权 这个也很重要 有时候有些记者都很惨 会被人去歧视 因为他的肤色 因为他的性别被歧视 我们应该要去发声声援他们 正如香港的传媒 都是我们都需要声援的 当然是真传媒 不是propaganda 所以有些什么坏东西 如果他们是勇敢去说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Jana 我们都说到这里 我们不如下一节回来 我们又说一些香港的消息 好吗? 好啊!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个人的近况 因为自从在上个星期 在悉尼 前一个星期 已经是 在悉尼 就受到一些 我似乎是香港蓝丝 在餐厅拨水 接着就出现恐吓的事件之后 收到很多香港人很关心 有人帮我起底 知道他是谁 也都很帮到手 因为警方都已经锁定他做目标 也有很多人关心我的人身安全 所以都在报告一下 一些进度 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隔了一天我就报警了 除了报警之外 也都通知了 这里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的组织 在这里的联邦警察都已经通知了我 这几个单位全部都跟我已经电话联络上 在悉尼本身的新州警方 他们会做主要的调查 关于刑事成份 都是循着刑事恐吓 和普通襲击 这两个方向去调查 在电话里 新南威尔斯州 即是新州警方 他已经问了我很多详细的资料 包括那位私集者的资料 包括无论他的照片 他的电话住址 有些网上提供的资料 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但我也先给了警方 我感受到他们的态度很认真 甚至他们说调查期间 他们准备会派人飞来南澳 去到阿德纳德 找我亲身下口供 其实他说一般做法都可以 透过南澳的警方去帮忙做 但是这个个案 他们希望自己直接认真去做 他打算会来找我 也会很快发生的 其他国家安全情报组织 都有和我会面的 不过他们叮嘱我 因为他们做情报工作 不可以在传媒对面说太多 那部份的内容我就先保留 总括来说 我自己感受到 这里的政府是很重视的 这里的传媒 无论中文传媒还是英文传媒 都天天都问他们有没有消息 有没有抓到人 我自己相信是会有拘捕的 会有抓人的 我自己也是那种心态一样 我不会觉得这件事很大 一定要自诛死地 我要好要报复 保护他 我不是这种心态 不过我很清楚 我会很高调的处理 因为我们在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 我们有的人身安全 言论自由 所有的自由 是不应该受到这些 所谓的蓝丝 这些北京的小分行等等 而受到任何威胁的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即使很多人说 我不是很生气 我的确不是很生气 看到我在街上 在公众场合 那些人都会走过来慰文 很感谢他们的 第二件事 很重要的事 我也不可以不说 就是香港的民主派初选 这47人案 大家都知道重要性在哪 因为这47人 他们是香港最有影响力 最有政治能量 最代表到香港市民的一帮 你叫做反对派 或者民主派也好 争取自由的人 他们的被囚禁这500多日 应该是530多日 一年半有多 他们一直都是坐着 无辜的冤肉 是很意志消磨 那最近传出的消息 有几样 第一就是这个审讯 将会是没有陪审团的 那连同黎智英案 都是在国安法的颠覆案里面 都没有陪审团 那这件事是很关键的 虽然大家都预了 这个无耻无乃的政权 是没有事情不会做的 但是没有陪审团也是 直接影响到他们 是不是定罪的个案 那我在想 政权的盘算是什么呢 如果有陪审团 暴政很清楚 随机抽样的香港市民 绝大部分都是黄的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和自由的 很大机会 当陪审团要裁定一些事实的时候 就会倾向不入罪 不让民主派入罪 那这个很明显 用数据都能反映到的 在回归以来 那么多次选举 是所任的立法会选举 一次都没有试过 建制派多票过民主派 一次都没有试过 无论过是六四比 即民主派是六 建制派是四 那后来可能缩减了距离 变成5.5对4.5左右等等 但是大约都是维持这个数字 以往所有的选举民调 或者恒常的派别支持民调 永远都是民主派 是民意的大多数 这个北京是深知的 香港的建制派都是深知的 所以他们不会放手的 就是如果要这些 争取民主自由的领袖 要他们坐牢 要他们入罪 要他们在失去自由很长时间的话 没有了 撕了陪审团去取消陪审团 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 他才能做到这件事 所以他当然会说 没有陪审团 但是都有三位法官组成 但事实上 那三位法官都必然是 国安法指定法官 国安法指定法官的意思就是 特首圈了一个圈 在一个众多法官里面 某几个只可以审的 就只能给那几个審 他怎样选择这几个 大家都心照的 因为这几个听话 因为这几个是对北京忠诚 这几个是可以控制 所以如果这样我推演下去 令人很难过 亦都很伤心 但是对于47人案和黎智英案 入罪的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无论怎样拗也好 那个求证是他的人 大家都用这个比喻的时候 没有了公众参与的陪审团 是很难是凭着法律理据 去到技术取成的 在法院里面 这个我也都在做国际游泳的时候 很努力希望国际社会 包括是世界的普通法国家的法律界 包括是自由国家的议会 和政府领袖 去为这件事发声 希望努力可以给到更加大的压力 给这个暴政 希望这件事尽量多人关注 这件事就引出到下一个议题 很多人就问我 为什么47人案里面 很多人会选择认罪 的而且对于不是有法律训练 出身的普通市民来说 很多人有这个疑惑 我都是觉得很正常的 甚至我觉得很多的政治案件 当我早段离开香港的时候 我都有在想认罪 有些人会出乎我意料之外 会认罪 我想譬如戴耀廷 譬如阿罗軒等等 大家都有些出乎意料 他会认罪 譬如戴教授在其他案件 已经率先认罪了 譬如说他去雷洞计划 是选举暴蔽的那件案件里面 他都有认罪 为什么要认罪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种心态 第一就是想快点得到自由 因为他们到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 有些人预计到自己刑期未必很长 可能预计自己是三至五年的刑期 如果凝聚减了三分一的扣减 可能只是坐一两年或者两三年 其实他扣灾和他已经还额的时候的年月 其实他们都颇快可以出来的 有人这样计算的 纯粹计算个人得到自由 我完全尊重的 当一个人失去自由 当他成为家人的负担 当家人伤心欲绝的时候 就算他的意志不消磨 他有很强的意志 他都要想家人的 他都要想自己的家庭 他都要想自己的个人精神健康等等 我完全尊重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解释到 为什么有些人会认罪呢 也有些人认罪的原因就是 他已经不计较自己的刑期 究竟是长还是短 他们对这个制度是绝对失去重心的 觉得法治已死 你看到他们也没有陪审团 其实怎样拗也好 他纯粹是一个胜算来说 他那些认不认罪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认罪 就是不用浪费那么多律师费 这个都有人在财政的考虑 就算这个原因也好 我都完全尊重 高个人的财力不同 高个人可以接受的压力 就是打官司的压力 那种煎傲和等待都不同 就算有人是医肢薄弱的 是软弱的 我都尊重 这班从来都是我们的好战友来的 所以他们会选择认罪 但是我即使这么说也好 对于不认罪那一班 我是非常敬佩的 因为要知道要打官司 他们深知到的胜算不会高的 就是求政都是他们的人 也都没有公众参与 没有陪审团 在这个扭折曲的世代 法庭是会受到政治摆布的 但是他都要打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要不认罪 为什么要打官司呢 很大程度上 我感觉他们不是为了自己 他们为了大家 他们在这个荒谬绝伦的世代 将这个荒谬绝伦的每一筆 每一画 每一件政权的丑态 每一个法官荒谬的判决 一个不合理的罪名 全部都摊开了 在一个法庭的判决里面 写进去香港的历史里面 我很有信心 这帮不认罪的人 其实是这样想的 也都有人说 其实最重要是 不用问那么多策略 不用那么多战略 问自己的良知 没有做错的事情 为什么要认呢 也都有这种心态在里面 所以在40岁人案里面 很多人有不同的考虑 我只是作为他们的前战友 因为如果我还在香港的话 这一家我就是48人案 我就是第48人 可能计算六本中 是第49人案等等 所以我从来都觉得 我是他们里面之一来的 我幸好离开了香港 所以我自己是很有责任 在海外继续为这件事 为47人百姓 47人也是代表着 香港很重要的自由的失去 分析了这件案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合体一些 希望大家 我看到一个报道的一个评论 还有越来越少人讲起47人案 越来越少分享 也都越来越少人去旁听 我希望大家 现在在报道限制解除之后 大家重拾回 对于47人的关注 那份坚持 他们为香港延迟了一年半 坐了一年半的冤浴 未来还有一些联绝 是要继续在里面 我希望大家 和他们同行 那最后就讲一下 刚刚那星期 我就去了澳洲的布里斯本 我出席了一部 反送中的电影 《少年》 也算是澳洲的首映 是最早的那批放映 当中勾起了很多故事的回忆 《少年》和《时代革命》 都挺不同的电影 《时代革命》更加像一套 有完整历史门落 有分析的客观的纪录片 《少年》就是一套抒情片 我觉得 多一些戏剧成分 但是这种戏剧成分 反而是基于真实的故事 是令到我找回 我在前线的抗争里面 和那些年轻人一起 大家在电视画面 看到他们很强悍的一面 就是怎么样和警察去死过 但是我在前线 看到很多他们很脆弱的一面 《少年》这部电影 反映了很多这些年轻人 很脆弱的一面 令到大家 除了很相感之外 导演也有一个很正面的结尾 是令到大家 有希望 要告诉大家 如何可以继续支持这些年轻人 我不剧透很多 但是即将要看这部电影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 看这部电影是我第一次 可以留着眼泪 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都是令我很感动 希望大家 香港人记住 这种对年轻人的心痛 保持着斗志 继续关注着 在法庭上除了47人案 黎智英案之外 很多冤犹 继续努力加油 也不用担心我的个人安慰 我都会 顾着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好好向香港人走路 好吧 回到这里 多谢大家 好了 回到第三节 我们美丽新香港的环节 即是这个美丽新香港 每一次都带给我们有惊喜 今次我们就集中说法庭消息 即是香港的法庭 很多事情令人很刺目 是不是啊 Jane 是啊 我们的美丽新香港 就是每一天都发生一些 令人刺目的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你以为是澳洲的辞会 但其实是一个美国辞会 叫代署法庭 Kangaroo Court Kangaroo Court 就是说没有一些的冤肉案 没有法治 乱来 这样就叫Kangaroo Court 我觉得澳洲 身为Kangaroo生存的大国 就是蒙不白自愿 无端端说我们 说这个没有法治的法庭 叫Kangaroo Court 那些人会很联想到澳洲 其实澳洲是挺有法治的 我们说这个代署法庭在香港 继续开动 那么 直接是怎么开动呢 最近很多消息 这个星期就是关于一个民主派 初选47人的案件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可以由这个律政司司长去说 这个国安案件是没有回审完的 是啊 理由都好像很奇怪的 就是你很难想象 司法独立 你可以想自己是一个 司法独立的地方 而由这个律政司去指示 法庭不能够设立这个陪审团 就是我想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或者自由国家 或者真是司法独立的国家 会听到都会觉得差异 是 直接是差异了 我都很难明白 很难理解 首先你又有国安的指定法官 又没有陪审完 那你这些所有的无罪的无罪假定 这个叫做香港的法庭的一个无罪假定的推论 那无罪假定不是应该可以保释的吗 它又不允许保释 我们这47人有一部分人 一直不允许保释 扣押在基留所都两年了 是啊 如果最早是 最早选拘捕的那个 好像慢一点 快一点 是差不多两年了 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 你跟别人说 又要说好香港故事 但是另一边 你又整个代署法庭 那些人怎么听你说好呢 我觉得尤其是 这些 有很多是 案上案再有另一些案件 有些已经在拘留中 有些是在坐牢 然后坐牢的 然后又背着几宗案 所以其实都是很惨情 我觉得 47人案和一切这些 因为你所谓的引号 获案的案件 而不获保释 又不停坐 我觉得是很惨情的一件事 又是 这是香港的新常态 其实 是啊 最近我看到 古壇长谋 除了说每一天有多少人离开香港之外 他最近都是翻查了一些资料 就是关于这个懲教署的资料 就是6月30日的时候 大概所有的懲教所所有的监狱 是有7000多人在扣押当中 就是坐牢 但是当中有36%的人是未判罪的 就是说仍然是无罪假 但是仍然是扣押当中 那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36% 你所有在基留所 所有在监狱 所有这些 就是小岚那些 住着的囚友 或者是等待上庭的人士 当中36%不是少的 其实 这个就实际是一个未審先筹的状态 完全是一个不公平的司法程序 对于被告是不公平 如果是以往的香港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相关的被告 可能因为这样的情绪 而是最释放的 因为他是住一个司法不公的状态之下 其实这件案子最近有新发展 当中47个被告里面有29个就认罪了 包括里面包括蒂耀廷、王智光 范国威等等的人士 都是认罪的 那我们都很理解 为什么他们认罪的 在这件事上面 当然不是说他们认罪了 就等于他们认了 他们真的颠覆了国家 而是在这个司法不公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认罪才可以最早日解决 他们目前身处的 这么不明朗的情况 尽快有一个刑期 让我们尽快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路向 路向的时间 就是我们都要祝福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将会面对多少年的问题 但是我们都要努力 怎么可以 就是希望 我们都要 放在他们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没错 就是 要尽量的能力 看一下 有没有有一天 有一天 可以去令他们 提早离开 目前 现在的困境 是 我觉得都是需要 就是大家是事常记挂着他们 就是如果你是有心的 你真的可以去写信 就是其实你也看到很多的 一些支援 这些被扣押人士的团体 都会有一些写信的guide lines 那你可以跟回那些guide lines 去寄回给相关你关心的 这些受拘押的一些政治人物 甚至乎可能是手足 都可以去 循着这些途径 去将你的祝福 就是写在你的信纸上面 就是寄给他们 让他们去 就是去知道有人在外面 是关心他们的 这个都很重要 其实 那另外 就是今个星期 除了这个四十七人案 这些有两单的消息之外 那当然也都有 代替法庭继续开动的时候 就是开始有些礼横折曲的东西出现了 譬如刚刚这个星期 就是律政司去做了一个想着去上诉 那是上诉什么呢? 是上诉2019年8月31日 湾仔就是有一个 湾仔是由他们所谓的暴动案 是所谓的 你知道他们是做了什么的 有陈鸿秀他们有八个人 然后就收起了示威的物品案 也有另外六个人 他们就之前分别裁定 暴动和处谋暴动罪是不成立的 但是律政司就对于有十三个人 的无罪裁决是想着去上诉 就是好像我觉得是不公道 就是一定要上诉到有罪为止这样的 是啊 现在那些无罪释放的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这样再提出上诉的了 就定罪的裁决提出上诉 我提这件案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日裁定他们暴动罪不成立的法官 是沈小文 是 是 沈小文现在是去了哪里呢 其实他就已经辞任 在香港辞任了法官 而且移民去 那应该也是对目前一个 香港目前的司法情况非常之不满 那决定没有办法可以再继续在这个 这样的司法系统里面继续工作 这种追杀这些律政司的追杀事件也不是一只一只一只 我现在第二个地方就是 相关的被告当日 无罪释放的被告里面 已经有9个人离开了香港 当然了 你也无罪释放 那当然是走人 还这么乖乖唱 等你不知道三不五时六点钟 敲门再拘捕你 其实事实我都觉得认真的 当香港的这种现状 就算你一刻好像没搞到你的时候 其实不要说律政司 说真的 其实国安这些人 他好像一层一层皮 那样批我们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我批了第一层就开始批第二层 批了第二层我就可以批剩三层 第四层、第五层 就是我觉得 仍然留在香港的人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律政司以追杀 这样追杀下去 又由国安追杀下去 也都会有 大家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啊 暂时 形势都是人家比自己强 这个才是 还有人家的耻感比较低 应该这么说 所以其实真的 大家都要小心 你想想这些 这样的律政司司长 直接是不担心受制裁 简直是无所畏惧 充满信心 这种竭尽所能去旅行职务 哇 你看这块面皮 真是厚过月头表面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裁判官 那些国安裁判官 而且洗死执行中央指令的一些裁判官 他们的确可能都不视为制裁是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未来有高官厚禄 我又可能不需要再回大陆 去外国 我可能又可以晋升 由这个裁判 裁判司去晋升为地裁法院 再上一级上诉法庭 最高法院这些地方 可能这些法官 以前从来都没有机会 现在肯追随中央的指令 机会就在面前都未定 所以这么努力奉行中央的政策 只要追完他们就追完他们 他们说出来的判斥 我想连他们自己都要瞇一眼写 才可以说服自己这些东西可以写得出来 是啊 我觉得他们无所畏惧到那个地步 他们真的看通了一件事 看通了西方社会对于制裁是很 我们不可以叫做人道 应该说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是很不同的 你看到我们之前譬如美国 英国甚至乎澳洲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制裁 你看到美国制裁 制裁前任特首林郑一个 只是制裁他一个 他先生他没份的 他先生没份的 他两个儿子没份的 相反的 中国玩连坐 连坐是一个中华文化 远远流长的传统 你想想 这个礼拜 中国政府立刻制裁 他一个小美琴 他们等人制裁 不是小美琴是制裁他一家 玩连坐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是大不同 就是哪一个比较尊重人权呢 就是自己去定夺 我觉得 不过我可以带小美琴回答的 不在乎 不可以用人民币 和不可以淘宝 不在乎 不在乎 我想小美琴或者苏貞昌 我什么时候回大陆 我家人什么时候回大陆 不要说回大陆 现在来香港和澳门都不会 三加四你以为每个人都想过来吗? 真是 还要是外国人 三加四其实都是七天 你四天是家居的医学监察 你都没有家 你不就是住有点? 当然除了香港以外的世界 都完全没有自由的 什么叫自由世界 还要回来 没有防疫 没有隔离酒店 就上不了飞机 买不了又没得上飞机 那就不回了 你看上星期 Daniel 多疯了 是吧 是吧 法庭消息一单接一单 我们跟阿珍说回 一单比较有研发的法庭消息 好吗? 好啊 听说 这些关于某部门的人 这些研发都是由上至下都有的 由二下 非礼什么事情都有发生过 他们那部门的人 三眼朋友 是 但是这次这件事都挺特别的 我觉得这件案件 就是审在湾仔的一间 所谓无牌按摩店 有人去放射 然后现在去审讯他们 是否就是无牌经营 就是按摩店 可能有一些色情服务 于是传召了一个达官贵人 要上庭讲故事 是的 那个就是国安署署长蔡展霞 是前的 是了 吊一职的 是的 究竟是因为去了 这个无牌按摩店 而去调任 还是有什么另外的原因 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法庭消息 试试到 首先第一件事 我都很沽漏寡问 原来这些无牌 或者色情按摩店 有这么多东西坏 我都真是唯唯奇观 我好证人君子 我不去 我不去打斜骨 那有什么玩 总之有个放射的警员 就问问有什么玩 譬如给钱 就可以打机 又给多些钱 就可以脱衣打机 再给多些钱 打PS5 打PS5 是的 打PS5 但是法官都不懂 然后法官还在说笑 大家都知道 除了我 Lulu是什么 就是说 Lulu HE1 要 naar搜 google 我才知道 Nuulu 是全身按摩,是不穿衣服的 即是用身体和你按摩 好的,好的 是的,我都不懂,活到老,学到老 好了,这就是放蛇竟然的供词 另外大开眼的意思 接着赛sir更精彩 赛sir说他真的去了,又不是叫常客的 2020年开始去了 即是说他又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也都去光顾这些按摩店 但原来是一间色情按摩店,但没有性交易 哇,赛sir真是出衣污泥而不厌,高尚情操 喂,他做警察的 我听闻这些按摩店有个牌挂出来 好像走灯的就是 要走鬼 那些招牌,压绿色的招牌 在香港不是会挂一点的呢? 是的 好像有些就是邪骨 这样就是邪骨,这些是有分的 虽然我不知道,别人跟我说 赛sir做警察 还做到这么高层 没理由不知道吧?那里是邪瓜 不要玩了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了 精灵的邪 平时和其他人的就坦空露鼻 是 sir的时候就遮掩 可能穿到塔利班 会不会啊 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有什么可能啊 你认着这个帽子 我们就要穿上衣服 我又不懂啊 你知道吧 我身体健座 我又不是很需要这些 我又不是骨精强 所以这些 这些行内朔语 或者行内的悲心呢 我想那些素黄倒毒的警员 特别清楚 但是赛sir作为他们的上司 没理由不知道的 赛sir会不会给那些素黄的线去的 不说早点通知他 那家人是不行的 邪骨来的 明明是被人线 如果是这样 咦?这么政治啊? 要打死这个老闆? 没理由啊 是不是? 还有人会去那里放蛇 一早知道那里是邪骨的了 是的 还要放蛇一个 真是出于污泥而不厌 因为要做工 所以是没有玩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 只是交了钱 接着就是守正 但是赛sir这么出于污泥而不厌 我觉得周围他老婆 应该是相当光荣 是吗? 会不会做完了之后 都没有什么反应 那老婆会不会真的感到很高兴呢? 喂 那我又不是老婆 我只是向好的方面想 是不是? 好的 所以不说了不说了 是的 那我们下一部分回来 我们不说了 我们说说牛肉 下一部分回来 我们再继续和理查 好的 我们下一部分回来再说 如果你睡醒起床 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疾患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厉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出现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肢争点如 头、肩头、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师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We're together It feels like my scars Be left in the dark sometimes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 保险立即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 647-963-6025 登记 香港人加油 好了 Jane第四部分 我们回来说澳洲经济的消息 Jane 你买衣服的时候 会不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 去看清楚 你的衣服是哪里来的 还有什么物料的 我都会看的 在哪里做的 里面的成份是什么 怎么都要看的 但是很多澳洲的消费者 都不一定看的 譬如我们这两大廉价的百货公司 Target KMark 甚至乎是BigW 他们都很多很便宜的衣服 你知道如果有些人是 臭小孩的 小孩在那里滑地 你都不会买些很高级的衣服 都会随便买些 你一两季就不烂就算了 所以变成很多 都是来自这些廉价的百货公司 买的衣服 很多都是从某一个国家到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便宜 但是一去到国家安全层面 都还是贪便宜 我又觉得有点疑哪个 Jane 是不是呢? 我觉得未必真的是贪便宜的 包括他们什么呢? 譬如是运动装 譬如不是用来穿来打仗 就是战斗的鞋 用来应对潮湿天气的装备 和个人防护服 PPE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譬如一个防弹背心 工作服 护目镜和手套都是中国制造的 就是作为一个世界工厂 将这些东西输出给这么多国家的军部 我觉得中国也是相当光荣的 嗯 嗯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真是 好像你说的一世间工厂 其实他们的供应链 就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流萎缩了 由他们的中国方面 那个样样东西 都可以一条龙的服务 没有了 没有方便 所以也都技术上提升了 所以很难怪 那些官方机构或者国防部那些 走去一次过去采购 那当然了 是的 当然都是很多人吵的了 是啊 我觉得澳洲未必是因为便宜 所以光顾他们 而是指它的充满性 就是它有这件事 就照去买了 所以其实澳洲战略的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 都觉得是应该要不要再和中国买这些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这些这样的战略装备 其实你是什么物料 你又不知道的 你说大佬防弹背心 就是成龙大哥说 中国的会爆炸 你防弹背心防不了弹 那就出事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不知道它那些物料 就是一些所谓的责任的材料 你无端端可能穿了一件工作服 那些面花来自新疆的 你真是哪里都不用去的 这个形象 我想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那边Peter Jennings 那个想法 除了好像大佬那样的原因之外 就是政治不正确 就是找这些国家去做这些事情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相对于在展示未来 中国都是一个澳洲的一个 主要的安全威胁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一个 你的主要安全威胁的国家 去扣入一些产品 是给你自己的国防 军队去使用呢 就是我想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嘛 你应该去找一个很信用的供应商 去供应这些物资 而你们也觉得是安全 而不是去找一个 目前已经成为你的国家安全威胁的一个国家了 是啊 我觉得绝对是 譬如你 你还要是军部 这些这样的护目镜 我都有你了 但是真的 军部的防弹背心 都中国制造 真是很难搞的 你又或者是 你还要是海陆空三军的制服 礼仪服 中国制造 你想想一下 就是移仗队在那里吹军乐 然后在那里操 但是 你联想一下一个澳洲军队 移仗队 然后跟着是中国制造的衣服 你穿出来好像很不伦不类 就是政治不正确 就是你之前都说了 所以真是奇怪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有一些国防部 其实有一些物资 真是澳洲物料澳洲製造的 包括真的战斗鞋 真是澳洲製造的 所以都尚未去到最坏的情况 我也觉得 我想其实很多国家 现在都去尝试将它 它们的供应的 就是每一种的产品 供应的国家可能都会分散 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国家可以生产 那不是一直在 不再 就是其实都是在做一个 Decouple 中国的一个 的情况 那我相信 我现在有一个Fing Tan 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相信 政府一边 应该都收到这一种建议 是啊 我觉得是的 不可以说Decouple 应该说你知道它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懂得在又收又放 知道什么时候要保持距离 哪些东西应该不要向他们採购 我觉得是重要的 但是你买衣服都还可以 但是买衣服就可以去选择一些有责任的 但是吃下去那些 你都要注意一下 你知道吗 最近如果你坐飞机 去到各个的机场进来 都要踩一个消毒地战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澳洲挺严厌的 对这方面 是啊澳洲很严厌的 如果大家有看一下澳洲电视 都有一个很有趣的节目 就叫做Border Security 就是边防人员的实况节目 就是每一集 就是我儿子都很喜欢看的 每一集 我说你怎么一集都看的 一集都是有个套路的 都是来来去去的 都是四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 就是有些人拿着旅游签证 进来想找工作 要不就是在这个机场 或者在这个空运中心 就找到一些毒品 第三个案子 就一定是有些人 带食物进来 如果更加娱乐性丰富 就是有些人 会不懂英文 又发烂炸的 那来自哪个国家 就自己去想了 是的 很多这样的案子 然后呢 接着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澳洲的生物安全 目前就是因为澳洲的土地 或者澳洲的海洋 就是很多生态的东西是很独特的 就是如果你带了外来的物种进来污染了 那对澳洲的农业 畜牧业 很多都说是鱼业都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澳洲把关放得这么严重呢? 就是你看到最近 有些人很久没有出外旅行 就是出国旅行 又回来就被罚重款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记得了 在上一站 就拿着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拿着到澳洲 然后被人搜到 那我觉得是要向这个 就是边防、海关人员去致敬 但是都是很不幸的 之前都有一些 就是寄了来的 就是寄了来的东西 就是譬如说 会有一些猪肉的食品 是有些口蹄病毒 和非洲猪瘟的病毒 产与物 是啊 是啊 还要那些非洲猪瘟的病毒残余物 是来自一只猪肉肝 哇 其实都是 你现在去在这些产品牌买东西 有时候都害怕的 它那些又有些猪肉肝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检验 在这一边 可以吗 可以吗 是 还要是大陆做的 是的 写简体字 就是你在产品牌买东西 最惨是买的东西 这些包装里面的东西 是否真的可以 真的不知道 嗯 有些商业包装很恐怖的 就是我看到有些案例 比如可能是 商业包装 你知道的药材 就是我们经常去煮一些 廣东凉汤都要有些药材 有些干了的植物 有些 我看到border security 那些拍出来 是密封包装的 里面有些会动的动物 嗯 所以就要马上消毁了 也是 真的 很害怕 最近有传闻 我听到说 中国有禁澳洲牛肉的牛肉 是吗 不止禁澳洲 还是纽西兰都有的 所以呢 这宗报导其实都挺独家的 从我的朋友去报导 于是引起牵然大波 为什么呢 因为个个都害怕 哇 中国作为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你又禁了 我们已经禁了龙虾 已经禁了车离子 禁了一些红酒 你又禁了牛肉 真是很麻烦的 还要抓紐西兰下水 但是跟着呢 最好笑的是 就是紐西兰 所谓的商业部门 商务部就走出来 就证明了没有这些事 我们还在收定了 那现在是不是禁了呢 其实现在呢 真是很难触摸的 你知道某个国家最流行的就是 但是他不会明目张胆告诉你 我要禁你这个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那些商家呢 又收不到命令 其实也挺意外的 这次连新西兰也有份的 为什么不禁了 新西兰已经很顺劣了 很顺民可能是的 但是你记不记得前几个月 中国想掩置这个索罗门群岛的时候 纽西兰也出声吵 去到那个位置 那头的国家 不要说澳洲 纽西兰也害怕 也会担心 也很近 对了 你在我的门户里 捂住我的喉嚨 其实所罗门群岛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 应该这么说 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洋 其实四边四边只有三个国家 一个就是纽西兰 一个就是澳洲 第三个就是包裹新西兰 包裹新西兰已经是一带一路 不用担心 只剩下澳洲纽西兰 但是澳洲纽西兰如果真的要往北上 就是坐船往北上 就应该要经过这些地方 所以就变成澳洲和纽西兰大为紧张 所以这些都不是空越来风的 尤其是这个星期 所罗门群岛最新的消息 就是装一些 连些居民都觉得是不需要的5G发射塔 100好像是接近 应该超过150座 但是所有门群岛有多大呢?第一 第二是所有门群岛需不需要5G呢? 连所有门群岛的人都说4G足够了 为什么要5G呢? 你知道5G的发射塔由哪个厂商比的了 是啊 这个也是一个其中的属于产能 但是你背后也不知道它其实有什么目的 因为你照计它那个经济的属性 以这个地方 所罗门群岛 似乎未必那么快 需要5G的系统 其实你背后的原因也不知道 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和他们的小徒那样的? 我不知了 说完关于这些消息之外 我想问少年未来就会在澳洲上 听说雪梨已经加到第三场 是啊 雪梨第三场就是下星期日 我们今天就已经有两场了 一场3点钟、一场5点半都爆满了 就是胜放空前 我觉得是正如我上星期说 就是越要禁止 那些人是越想看的 所以就爆了两场 第三场就是28号 28号3点钟 就是应该都不是剩下很多票的了 大家真的逐扣重促 喂 阿德莱德、Canberra 那些都有场的 是不是? Canberra都是20号今天 Perf都是20号今天 Adelaide好像就是27、28号都会上 那麦奥坡就28号那场都爆了 对我所知 那会不会再加一场呢? 那当然就要看一下 我们香港人有多想看这部电影 那我觉得呢 我自己看了的这部电影 是很想看的 是 不但充满回忆 这部电影本身 都是 无论演员 战节 劇情 都是很好的 我觉得 香港人 真的不要欠缺了这个机会 去看这部电影 是的 我觉得是的 我看了一个剧本 也是非常感动 总会有一个位置感动 上个星期 之前的星期 我们也两集去访问 有关少年的一些制作花絮 他们是很用心很辛苦 不是一个 那麽容易做得到的独立制作 应该这么说 独立电影已经是比较小众 如果你连那麽小众都不支持的时候 很难去走下去 很难去再做更多的 关于这个题材的独立电影 我想香港人多多支持 如果你看了的 不要紧要 去再看多一场 或者叫朋友一起去看 总之是 让我们在澳洲的香港人 可以说给前世间人之外 我们都是有心有力的 是不是 Jane? 是啊 没错 我们都要製造到 我们要多些人看 明天我们就会有多些电影 有机会在澳洲香港人社区 提供给你们 你们要帮我们製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可以继续下去 是的 越要禁越要看 我们还有很多禁片 真的在等着看 是的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宝 是啊 我们都查了很多 我们下星期台湘时间 我们继续和你查吧 好吗 Jane? 好啊 感谢一直相信同乐广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旧同路客户 因为你我们会揭尽所能 商户包括 香港商户 I 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装饰工程 Bi 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SIR Engie 静太保险 Teknik Motor Octobody Teknik Motor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成功到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难每刻 總有知词 无分迷惑 无明天一起每天 齿摆安和寄望 分享这信念 无论已地画家座 总可再见面 回头着血液的理想 奔向飞前 心一起同恒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到滑楼 荣光民主同行 Spirit of Hong Kong